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次研讨会是由浦中工商会澳门分会主办 官乐仪基金会和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共同协办 首先我们邀请浦中工商会澳门分会理事长梁华全理事长致辞 我的声音不是那么强 尊敬的澳门关乐仪基金会官则中 参议员兼主席 中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宋云松董事 葡萄牙经贸投资促进局 贸易与投资 卢嘉丽专员 中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瑞阳主管 中国与普与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长设秘书处 部组 办公室 莫园与主任 澳门投资促进局 普与市场 经贸促进厅 李几位高级经理 大家专敬的来宾 还有朋友 大家好 本人非常荣幸地代表 吴中工商澳门分会 欢迎各位出席 中国普与国家 家常合作研讨会 首先在此重新地感谢 葡萄牙驻澳门及香港总领事馆 及协班单位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光乐宜基金会 对研讨会的支持 也感谢三位 讲解这研讨会的议题 做出分享 让我们有相互交流的机会 今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受到新冠肺炎的冲击 即中美贸易不稳定 关系不稳定 更凸显了 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 是坚定和可靠的 在疫情爆发的期间 途中工商澳门分会 及时向葡萄牙卫生部 捐款 以支持抗疫工作 疫情黄和后 分别拜访了 不同的政府部门相会 协办和积极地参与了 下半年度 本澳的大型国际性展会 更成为澳门中华总商会的 企业会员 即使不断推进的 中国与普遇国家 及本澳不同类型的商业伙伴 建立更紧密关系 随着台湾区的发展 尤其新邻居 恒勤的配套 驿站完善 标志着澳门与恒勤 更紧密合作 和融合的里程碑 使澳门成为台湾区中 最具发展成立的城市 须扭之一 商会目光 以积极投向台湾区 激励把握机遇 把商业网络 从葡萄牙 扩展至内地 显望未来 商会将细续地 发挥中途桥梁作用 推动荣入台湾区的发展 携手促进 两国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最后本年在一起 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下面有请 澳门关联一基金会 副主席 关职中先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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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的 traduttora是來給成語 所以... 好的早安 感謝全會在意見 都心羨羨羨群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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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出席我们的研讨会 也非常感谢各位与会者的参与 首先我是非常感谢浦中工商会与光乐宜基金会 一起举办今天的研讨会 因为我们的研讨会很乐意和不同的 的机构组织合作 一起举办不同的研讨会 促进澳门的发展 所以我非常希望所有的机构可以一起 帮助澳门可以度过这个非常困难的时机 然后让澳门可以继续地发展经济 让澳门有更好的发展 谢谢 现在邀请梁华选理事长 以及关泽庄副主席 以及关泽庄副主席 三位讲者 谢谢 谢谢李子卫先生。下一位请文元丽女士。 多谢莫女士。下面有请张瑞洋女士。 谢谢张瑞洋女士。非常感谢主办方也为我准备了。 谢谢。 谢谢。 张瑞洋女士。 现在是要纸合照吗?不用了。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研讨会阶段。 张瑞洋女士。 现阶段,内地已经疫情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 澳门地区也已经长期的没有了新的病例出现。 那么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内地政府主要推出了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两大发展方向。 不仅是稳外资、稳外贸、保外循环, 还是加强和促进国内的消费,增强我们的内循环。 在澳门本地,澳门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非常有效的经济措施。 包括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民间社会都希望着澳门的经济可以快速地恢复。 而澳门作为中国与普与国家的这样一个连接的纽带, 如何在疫情中以及疫情后发挥着这样一个中途平台的角色。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三位讲者, 就中国与普与国家加强合作这一题展开我们一个深入的讨论, 包括在三位讲者之后,还希望各位参会的嘉宾可以就这一题提问。 那么首先我们邀请的是李子卫先生。 李子卫先生从2004年就加入了澳门贸述局, 现任普与市场经贸促进厅高级经理。 凡是跟中国与普与国家相联系的企业也好, 还是机构也好,相信都与李子卫先生非常的熟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厅长。 谢谢。 尊敬的梁华全理事长。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代表澳门贸易投资出经局, 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非常高兴除了因为能够介绍以外, 也是说实话我过去八个月以来第一次在怎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为大家介绍了。 过去还是有介绍, 可是是对着那个电脑的镜头跟很远的地方来介绍。 这个澳门中国与普与国家相贸合作服务平台这个发展定位呢, 其实一直是我们澳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车路跟方向。 这里呢,因为今天是澳门, 我估计在座的很多都对澳门非常熟悉。 所以这边呢,我很简单的说一说了。 澳门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 我们经济经济也非常稳定, 我们有自由港了, 我们也有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IPA,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优越的一些政策。 其中呢,我特别想一提的, 就是无论是疫情之前, 或者疫情中间, 或者疫情之后, 政府对企业还是提供非常传方位的支援的。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澳门有30.8平方公里, 然后我们人口60多万。 这个呢, 就是我之前那个PPT准备的, 就是1999年到2019年的那个GDP。 这里呢, 大家看到, 我们2019年的我们的GDP是543亿美元。 呃, 呃,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相信今年呢, 会比较差了。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 我们2020年的第一季, 本地生产总值, 就只有72.51的每季, 啊, 下跌了很大。 啊, 呃, 相信都无可避免了。 我们要思考的, 就是将未来, 疫情过后, 我们如何可以重拾我们的那个经济发展。 稍后, 我可以, 呃, 所以说, 关于中途平台方面, 我们的一些想法。 这个呢, 也是2019年的数据。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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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我们的入景旅客差不多有4000万。 另外, 我们也有非常丰厚的好种储备, 外贸种了也都不不少。 呃, 这里我有一个数据, 就是2020年的上半年, 我们的旅客入景数字, 啊, 刚出台的, 就只有326万人次。 这个也是非常低的一个人次。 所以,啊,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澳门市面, 那个, 都非常不容积了。 呃, 希望就是我们下半年, 我们那个, 呃, 个人有的签注, 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开放了。 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旅客, 慢慢重到澳门。 呃, 呃, 到澳门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 这个, 也是一个,呃, 呃, 我们2019年, 中国跟普与国家的那个贸易总额, 达到了1400多亿的美元。呃, 呃, 跟2015年的相比呢, 我们中国跟普与国家的这个贸易总额, 增长了52%, 这个数字可以看来, 我们这个中, 这个中普平台的定位,啊, 呃, 对于澳门, 对于国家,呃, 呃, 对于国跟这些普与国家的关系, 呃, 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 呃, 那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呃, 呃, 真正因为我们非常自由开放,呃, 呃,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受到外回的影响,呃, 呃, 可是,呃, 这些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有自由感, 我们有单独关税区,呃, 我们的投资手续非常简单,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 无论你是本地的企业, 或者是外地的企业, 尤其是普与国家的企业, 都享有相同的待遇,啊, 呃, 呃, 我们也没有,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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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会推移的管制,啊, 都没有,所以呢,呃, 让澳门投资,呃, 以澳门作为一个跳板, 开拓澳门市场, 开拓国内市场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 一个选择。 而且呢, 我们特区政府也推出了很多不同的优惠的政策, 鼓励呃,呃, 一些跟普与国家有往来的企业, 或者是一些浦语国家的企业 或者投资者到澳门来投资 其中我们就扩免了 从浦语国家正是浦语国家 生产的收益所的补充税 这个就是免税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举措 对 没错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 这个是大欢区 大欢区呢 大家知道这个大欢区是一个 在2019年2月就出台了 粤港澳大欢区的发展规划光耀 这个光耀对澳门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澳门在过去很多年的发展里面 我们也遇到了很多一些不同的机会 其中包括我们的土地问题 包括我们一些市场比较小等等 都把我们一直想强调的产业多元化 都一直都给我们有一些限制 随着这个粤港澳大欢区出台以后 中央政府给我们澳门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定位 把香港 澳门 深圳跟广州定位为四大城市 大欢区里面的四大城市 其中澳门中央政府更明确强调了 澳门是以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跟普宇平台 作为发展定位来到参与大欢区的监测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关于大欢区监测有更长细的一些政策出台以后 澳门在大欢区的发展可以更好 尤其是在乐护澳门的企业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机会来到发展他们事业 好了 说了那么多中央平台 那么究竟中央平台有哪一些内涵呢 过去我们有做了一些什么的工作 来到让澳门这个中央平台得以发展呢 正如大家所知道了 澳门跟有四亿万人的普宇国家 一直保持着广泛的文化 经济等方面的 多方面的联系的 八个普宇国家分布在四个不同的州 除了葡萄牙在欧洲 巴西在南美洲 东地温在亚洲以外呢 其他都在非洲 他们都拥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 而且他们对于我们澳门跟国家 所需要的有一个非常强的互补性 所以呢 发展潜力是非常的大的 当然呢 除了澳门本身具备了这个 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以外 其实中央政府对我们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在2003年的时候中央政府主办呢 由我们澳门特殊政府承办的中途论坛第一届会议在澳门举行 然后之后呢 每3年都在澳门举行举行举行 然后每一届中途论坛呢 新冠肺炎的问题了 就今年就没有举行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将那个疫情过后 我们赶快地把这个第六届来举行 然后我们看看 究竟我们在那个中普平台里面 中央政府对我们有哪一方面的支持 我们澳门又往哪一个方向 继续拓展这个中普平台的功能 好了 中央政府支持了 那么过去我们特区政府 或者我们澳门本身有哪方面的优势 来到吸引更多的普与国家的企业到澳门来 或者我们如何为这些普与国家的企业提供服务呢 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金融服务平台 我知道大家都过去 澳门特区政府特别对于金融服务 加大了很大的力度 来到发展这个金融服务 其中呢 金队这个普与国家的服务呢 也都不断地累积出来 在座我就知道了有很多不同的银行界别的代表 包括大西洋银行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等等 都在这个金融服务方面呢 推出很多不同的产品 尤其是针对普与国家的产品 另外那个中兴宝也对我们那个澳门那个中普平台的建设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 所以呢 对于那些普与国家的企业来讲 需要一个比较好的金融服务 可以在澳门可以找得到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澳门的那个专业服务 澳门的专业服务呢 说实话是对于这个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 同时间也对于普与国家的情况也非常熟悉的 我举个例子啊 就以我们的法律人才来说 澳门大概目前已经有超过400个澳门的基业律师 当中他们很大部分他们都会懂中文跟普与 他们对于澳门的法律 国内的法律 普与国家的法律都非常熟悉 所以呢 如果经对这个中普平台这个市场呢 澳门法律方面呢 是能够提供非常好 非常到位的服务的 同时间 中普翻译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说啊 全世界最好的中普翻译都在澳门了 所以呢 尤其是澳门 中国要跟普与国家做生意 如果需要一些语言方面的帮助 澳门在这方面也非常具备优势 另外呢 当然呢 一些商业咨询的服务啊 会计啊等等 这些服务呢 对于这些需要普与国家 或者中国内地的企业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我们澳门一个一直以来也发展的 也是跟我们贸出局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一个经贸合作的会展中心 大家都知道了 会议会展呢 其实是一个最传统 而且呢 到目前为止还是最有效推广产品的一个 一个途径 一个平台 澳门在这方面呢 近几年呢 也都发展的还是比较快 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一些大型的展览 都在澳门这边举行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根据国际会议协会 就是ICCA呢 之前发布的2019年 国际协会会议市场年度报告 里面特别提到 澳门在多项的评比的排位都有上升 其中呢 澳门在传球诚实的排名 升到48位 相对于2018年呢 上升了23位 澳门在亚太区诚实的排名 更达到了12 到2018年的上升了5位 最重要的是 ICCA呢 更认可了我们54项 在澳门举行的国际协会的会议活动 同比上升了38% 可以说 ICCA是一个国际非常的有声望的一个组织 它对我们在会议方面的一个认可呢 是对于我们发展那个会展业 是打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强心针 好了 说到那个会议 我特别想在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做一个打个尴尬 大家 有很多在座很多朋友啊 之前都问我了 究竟今年的MIF跟Pelpass 会不会举行啊 会不会取消啊 因为这个疫情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今年我们这个Pelpass跟MIF 是会如期举行的 可是Pelpass呢 是目前澳门一个 能够包含八个普与国家的产品跟服务 面向中国内地市场跟澳门市场的一个展览会 MIF更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综合性的展览会 今年虽然我们都知道了 外地的企业 外地的展商要到澳门呢 应该机会比较未来 可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转型 我们把它定位为面向我们澳门市民的一个展览 我们希望呢 今年我们比过去B2B呢 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转型 变成一个B2C 我们希望呢 可以组织在澳门已经从事中普产品贸易啊 或者服务的企业呢 向澳门市民来推广 推广这些产品 推广他们的服务 也同时间让我们可以 让澳门市民来推广我们发展中普平台这个定位 这个是过去的一些相片了 另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国内对于那个优质的食品呢 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呢 我们另外一个发展定位就是 组织一些来自普予国家的食品呢 来做一个推广 变向国内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普予国家食品展示中心呢 里面都有非常多的一些产品的推广 另外除了澳门之外 我们也有这个六个联络处里面都有这方面的推广 最后我们我也想为大家说一说了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 我们过去也会搞很多的研讨会啊 厨房啊 这些我们目前都做不了了 所以呢 我们也改一改 我们变成一个线上推荐会 如果你们关注我们的Facebook 关注我们的微信 关注我们的那个网站 都可以看到这些八个普予国家的代表 陆陆续续的为大家对他们的普予国家进行推广 都是online进行的 另外就是我也时间差不多了 我也最后介绍 最后反正如果大家对于开拓这个普予市场感兴趣 或者你们有朋友普予国家的企业 对澳门对内地的那个市场感兴趣 非常欢迎找我们冒出去 我们透过这个 中普商务商务导航这个服务呢 可以为这些企业呢 提供最失窃的一些服务 从一般的谨讯到成立公司 到寻找合作方 到实地考察 我们都可以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让它可以顺顺利利地 把那个他们心目中的一些投资 或者是一些业务大成 最后我也想在这里为大家介绍 这个是已经乐成了 目前还在做内部章书的一个综合体 这个大楼除了将来会用于 关于中普平台的一些相关工作以外 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 澳门作为中普平台发展定位的决心 我们希望当这个大楼使用之后 我们这个中普平台的发展能够搭上一个新的台阶 最后我刚才提供了那么多继续 可能大家一下子也记不下来 我就准备了这个一个有一个QR Code 这个是我们一个网站 刚才我介绍的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看到 最后这个网站呢 我们在不断的更新 在10月份将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会引入更多的AI功能 好让商业配对等等能够做得更好 我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 谢谢 非常感谢李子卫高级经理 说到冒触局我们是深有体会 我第一次认识李子卫高级经理呢 就是在一次去往巴西的商业的这样一个出访活动 后来呢我们发展非常我们从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开始发展 凡是遇到任何跟普与国家相关的问题呢 我们都会去找冒触局 然后冒触局从我个人的体验上来讲呢 就是到普与系国家包括去往中国内地 遇到任何问题遇到任何解决不了的麻烦 找冒触局就对了 所以接下来各位嘉宾都可以向李子卫高级经理拿名片 然后 好的 下面我们有请墨远丽女士 墨远丽女士现任中国与普与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长寿秘书处辅助办公室主任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萨迪好 很高兴有机会普中工商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向各位介绍中普论坛 如何在充分发挥澳门中普平台作用 促进内地普与国家和澳门交流的合作 我的介绍正分为五个部分 包括中普论坛的成立 五阶不准及会议的亮点和成效 新化澳门平台作用的举掌 澳门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待局和澳门平台未来的发展 中普论坛是在2003年10月在澳门创立 由中国中央政府发起 中国商务部主办 澳门特区政府承办 由八个普与国家共同参与 中普论坛是以经贸促进与发展为主题的 非政治上政府正的多边经贸合作机制 主要是加强中国与普与国家的经贸交流 发挥澳门联系中国与普与国家 相貌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 澳门的历史人员的关系 与普与国家在语言文化方面有天然的难系 在公共省政和法律体系方面 与普与国家很接近 中文和普文是澳门的官方语言 加上澳门拥有众多的中普商语人才 在中普合作提供翻译 会计 法律等专业的中介服务等方面 中普论坛常识秘书处是在 中普论坛成立后在2004年的创立 秘书处框架上有三个办公室 联络办公室是由普与国家的派出人用 复职联系论坛日常工作中 与普与国家相关的工作和事务 行政办公室是由中方指派的 复职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以及与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联络 复照办公室是由特区政府人员组成的 是经济财政事实的一个政府部门 复职 辅助 常识秘书处落实工作计划 并提供所税的机缘 常识秘书处是以 是由中国生物部委派的秘书长领导 三位由中方普与国家以及澳门 指派的副秘书长谢佐 三名办公室主任夫职 联系协调落实秘书处日常的工作 八个普与国家派出代表 复职联系他们国家的驻华使馆 人员员以及相关主管部门 协助开展和落实论坛相关的工作 中普论坛秘书处每年按经贸合作行动纲领 既定难度的工作计划 在美南的例会上总结工作 报告以及通过工作计划 中普论坛每三年举办一次的部长级会议 由2003年至2016年 在澳门成功举办了五阶的部长级会议 也签署了五个经贸合作行动纲领 确定了不同领域的合作内容和目标 不断提醒中国与普与国家的经贸合作水平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层次 我将向各位介绍五个五阶部长级会议的浪点 在第一阶在澳门设立秘书处 第二阶阿门平台作用内容首度写入 静默合作行动纲领 第三阶中方宣布促进中普合作的路向新举处 设立11美元规模的中普合作发展基金 支持在澳门设立中普论坛培训中心 在第七阶中方宣布促进中普合作的八项新举处 支持澳门证实三个中心 在第五阶中方宣布促进中普合作的十八项新举处中 当中有五项是新化澳门平台作用的措施 充分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和支持澳门证实 中普商务合作服务平台 以上我将向各位介绍相关的内容 中普论坛培训中心是在2011年 在澳门车牌 基金已经举办了四十六次的延寿班 已经培训了超过一千多名的普与国家的官员 延寿班设计的主题有多元范畴 包括旅游与会展管理、公共行政、服务贸易、传统医药、金融合作等等 启训中组织学员参加内地和澳门中央的经贸活动 走访内地的赏试 考察当地的发展情况 以及参观企业 令学员对中国内地有进一步的了解 大大促进了中国与普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为中国与普与国家 未来的开展更新更广泛的交流 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推动中普之间的经贸合作 中普合作发展基金 是为中国与普与国家企业 开展投资合作项目提供融资 在2013年 中普合作发展基金正式成立 该基金是由国家开发银行和澳门工商业发展基金 共同出资设立 并由中非发展基金进行投资运作和管理 在2017年 中普合作发展基金总部落户澳门 为企业在澳门提供资讯和争取赠案的融资等服务 中普基金基金推荐中国与普与国家的赠案合作 逐步成为中普合作框架下 促进中普经贸合作的重要投资平台 中央政府明确提出支持澳门正式三个中心 中普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 中国普与国家食品加薪中心 中普经贸合作会证中心 向中国与普与国家的企业和投资者 在开拓业务上提供支持 2016年中普论坛第五届部展级会议期间 李克成总理宣布了18上新举处 社区产能合作 发展合作 勇文合作 开拓与新华澳门平台作用的五项新举处 主要面向普与国家 也有新华澳门中普平台作用的措施 以上我向各位介绍一下 这五代举处的落实的情况 中普金融服务平台 在推动特殊金融方面 澳门将通过支持开发引进 更多人民币计划的理财产品 发行不同例行 不同客币的债券等 以及研究人物 信托化 债券发行 匯范发挥等 促进财富管理的发展 补与国家人民币 清算方面与两家内地带型银行合作的 普与国家基产交易平台 已经在澳门运作 同时也争取更多内地的央企 和幼稚的民企 通过澳门开展普与国家基金清算业务 中国与普与国家企业加两号会 是促进中国与普与国家企业间的交流合作 加强企业的联系 从而推动商务间的贸易 商业以及投资发展 建设中普善与人才培养基地 是澳门作为一个平台的重点之一 这是一个成员的计划 由六所远少组成的 培养中普善与人才工作小组 激进推进中普善与人才培养工作 长生命输出在培养善与人才方面也必以余力 以致激励推动与鼓励 本澳的学生 在澳学习的内地和普与国家的学生 积极参与中普轮坛框架下的活动和机缘工作 通过席检提醒青年中普商与水平 进一步了解中普平台的特律优势 以及平台的扎实 在文化交流方面 从2008年开始 中普论坛常事秘书处 举办了11届的中国与普与国家文化祝 中普文化祝指 其中展示中国与普与国家的歌舞 手工艺 华制 美食等丰富澳门中普文化的特色和内涵 透过澳门平台 促进了中国与普与国家文化的汇荣共通 推动中普之间的友好发展 近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 我们的文化祝将以税上的模式举办文化祝 通过秘书处的网站 产品和食品展示中心 中国与普与国家企业的服务中心 培训中心 培训中心 中国与普与国家经贸 关系和文化展览馆 澳门城市发展和展示展览厅等 综合体是指经贸 交流企业服务 会议展览文化展示 人才培训 城市发展员属于一体的标志性建筑 以一个综合性的实体带楼 向中国内地 普与国家和本澳的企业 居民和旅客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和展示平台 进一步发挥澳门作为中普合作服务平台 2019年12月 国家主持 习近平视察中国与普与国家合作服务平台 综合体 习主持 肯定澳门回归以来 乍时推进中国与普与国家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正式取得的进展 又表示 正式中普平台 是澳门发挥 自身所长 不无国家所需的重要主处 澳门在融入国家发展大致方面 国家十二五十三五 绘合明确支持澳门正式为世界旅游要衔中心 中国与普与国家服务平台 将澳门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定位 提醒到国家政策的城市 并促进经济系统多元发展 秘书初在中普论坛框架上 积极投入澳门中普平台的建设 同时引渡 不与国家参与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 加强区域合作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发挥澳门平台作用 澳门在参与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中 可以发挥于普与国家桥梁作用的 特要是配合内地企业的走出区 而普与国家可透过澳门加强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通过走出区引进来 发展与一带一路原生国家的经贸关系 共同开展海外市场 开拓发展机遇 特别是市场产力 巨大的普与国家市场 2019年发布的 《粤广澳台湾区规划纲要》 将澳门列为台湾区发展的 建设是个中心城市之一 使澳门具有核生引擎的地位 汇报官邀对澳门的定位进一步阐明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是澳门的三代定位 世界旅游优胜中心的建设 在粤港澳台湾区 澳门可以开发一站 一群多站旅游产品 共同建设世界旅游右船目的地 建设国际右船渡航中心 国际美食基督 在中普平台方面 可以建设中普金融 服务平台为台湾区企业的产品 卖到普与西国家 也可以将普与西国家的产品 引进台湾区 发挥净准的联系的功能 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以多元文化共融的 交流基地 很多中国传统文化 与普与国家的文化 在澳门有机的交流 利用文化融合方面的作用 在台湾区发挥 图着的要系 粤港澳台湾区的建设 与一带一路的倡议 密切相关 能通普与国家 台湾区城市群 翻居一带一路原生国家 形成引进来 走出去的澳门趣味 文化要是 发挥澳门平台的作用 为推动中普与平台 工作更有势 有效的发展 特区政府在2016年成立 中国与普与国家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委员会 研究和既定 澳门正式为中普平台 中普论坛第六届不准机会议 推前推起召开 论坛宽加上各领域的交流活动 以及尝试密输出工作 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尝试密输出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情况 自己协助论坛与会 服务国家应对疫情的挑战 与此同时也调整工作计划 充分利用不能往的资源 在线上开展 论坛宽加上相关的工作 并实际按实际的调节 游水的情况上 稳步推进实际的工作 论坛在成立17年以来 一级服务和促进中国与普与国家 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 并带动更港范 更多元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贸易方面 刚才李厅长已经提过 在过去我们的中普贸易 在成立时 2003年中普轮毯成立时 跟2019年比较 已经有十四倍多的增长 中国自普与国家今后 1055.71美元 同比增长0.06% 对普与国家出口 48.65亿美元 同比增长5.3% 澳门与普与国家的贸易 也闪著提醒 从2003年的1.75亿 澳门元增加至 2019年的8.16亿 澳门元 关于澳门平台未来的发展 除了特殊政府发展 特殊金融 打造 中普金融服务平台 中普基金 总部落户澳门 和普与国家 人民币清顺业务的不断发展 以及中普文化交流中心 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 中普商人才培养基地等措施 逐步的落实 未来澳门正进一步发展成为 中国与普与国家将综合性服务平台 在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台湾区 建设的背景下 澳门利用语言 文化 话律 基督上 于普与国家的上进基础 可充分发挥平台的功能 新化澳门内地与普与国家互利合作 推动各方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我的战士介绍到道士为止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莫主任 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 中普论坛为我们从国家的层面上 搭建了一个合作的框架 我们所有的行动 都是在每一届的部长级会议之后 按照行动纲领来所做的工作 要不是今年的疫情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现在应该是部长级会议很有可能已经开完了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听到的是 我们对于行动纲领的一些介绍 我们的下一步的规划 但是很可惜只能够在这里总结过去的工作 那么我们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 有机会再请莫主任到这里 跟大家介绍我们第六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成果 接下来我们有请张瑞阳女士 张瑞阳女士 2011年加入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 2017年担任中非发展基金中普管理部高级经理助理 兼任中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管 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张主管 非常好 前去年的时候学了几句谱语 那么可能目前会的单词比较少 那么这是欧拉 尊敬的普中工商会的梁理事长 尊敬的官主席 那么以及各位嘉宾 那么非常感谢给我这一次机会 来介绍一下中普合作发展基金 因为我们刚才莫主任也介绍了 就是中普基金呢 其实是作为一个这个就是融资支持的这种机构 来支持这个中普贸易合作往来 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金的这个概况 第二部分呢是基金的这个选择的 选择项目的这个标准与要求 最后呢是我们中普基金的一个目前的投资情况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普基金的情况 那么莫主任刚才也介绍了 就是中普基金是在第三届中普论坛上 由时任的中国国家总理的温总理呢 宣布的成立10亿美元基金 主要的是促进中普的这个经贸合作往来 那么它也算是中普论坛向下的一个金融合作的内容 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 落实了一个出资主体 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和澳门工商业发展基金 那么委托中非基金进行管理 那么也是中国呢第一支专注于对普遇国家投资的这个基金 股权基金 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 由国家总理李克强 然后视察澳门的时候提出了一个19项的汇奥措施 其中之一呢就是把中普澳门 在澳门设立中普澳门基金的总部 那也是进一步助推这个澳门在中普平台建设的这个内容之一 那么基本的情况是中普基金的总规模呢是10亿美元 分为两期首期呢是1.25亿美元 二期规模呢是8.75亿美元 那么项目的主要来源呢 由这个中普论坛秘书处 然后成员国的政府之间来推介 同时呢也有就是因为管理团队是中非基金 那么也有很大的这个客户资源和合作伙伴 那么也有我们基金的这个管理团队自行开发 那么最后还有一些成员国的企业或者是投资机构主动申请 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宣誓和大家的了解 可能对我们这个进行一个主动申请 那么决策机制呢是基金的管理人派出专业的这个 派出专业的这个代表组成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 那么目前呢就是澳门 现在就是澳门的股东澳门工商业发言基金 也派出了一名代表 在我们的这个投委会委员里面 也参与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 那么我们的股东是国家开发银行 股东的这个支持呢也给我们中普基金有很大的这个发展 首先呢国家开发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呢是中国就是目前最大的一个 对外国际的投融资银行 那么是一个开发性金融机构 那么给主要是给我们以这个客户资源呢 集团的优势啊就是管理资源呢 给我们一定的支持 那么澳门工商业发言基金是澳门的特区政府 目前就是主要是用于支持澳门企业的这个基金 然后中非发言基金呢是管理人 那么中非发言基金是2007年的时候 在这个中非合作论坛上 由当时的时任国家主席胡主席提出的 设立的是50亿美元 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的习主席呢宣布增资50亿美元 所以中非基金总共是100亿美元 那么专注于专注于对非投资业务 那么在很多普遇国家里边 有五个是那个非非洲的地区 所以呢中非基金也具有丰富的 这个非洲的投融资管理经验 目前在非洲呢已经投资了超过90个项目 然后带动了这个企业投资超过了200亿美元 那么基金的特点呢 主要是在于有政府的支持 那么同时呢也有也需要有市场化的这个运作 同时要兼顾投资收益和社会效益 那么这里的社会效益呢 比如说是带动当地的这个人 就是就业 然后呢解决当地的这个 就是农业啊 包括粮食啊等这一方面的这种社会效益 那么基金的作用呢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融资作用 那么融资里边呢 主要是发现 未发现有投资机会 但是缺少这个资金的企业呢 提供这个资金支持 那么这个资金支持 主要是股权的资金支持 就是资本金的资金支持 那么第二呢 是为有资金实力 但是不愿意独自承担这个 投资风险的企业呢 分担风险 其实 第三呢 那在融资方面的话呢 主要是为有缺少普遇国家 或者中国经验的这个企业 寻找在普遇国家 或者是在中国的这种投资机会 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吸引外资的普遇国家 寻找这个合作伙伴 那么中普基金的理念 也要求 可能我们中普基金呢 毕竟是一直专注于 对非洲投资 对普遇国家投资的这个基金 那么我们的投资区域呢 是分布在这个八个普遇国家加澳门 然后我们以澳门为基点 那么可以看到 就是基于巴西 目前的这个 我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普遇国家的情况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巴西呢 它的人口是两亿人口 那么它GDP呢 是将近两万亿美元 它主要的资源呢 是石油天然气 折糖或者是大豆 那么很多中国的大中商品的采购呢 其实来源于巴西 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 中普贸易总额呢 是达到了将近1500亿美元 其中1000亿呢 这个经贸合作是来自于巴西 那么第二呢 是葡萄牙 那么葡萄牙的人口呢 是1000万 那GDP呢 是2000亿美元 资源优势呢 主要是软木 乌矿和旅游资源 那么现在就是葡萄牙呢 也大部分的发展 这个光能产 光复产业的新能源 然后第三 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安哥拉 目前也是跟中国的 这个经贸合作往来 比较密切的 在1500亿经贸合作往来里边呢 目前安哥拉是占到 200亿美元左右 那么它的人口呢 是2700万 GDP呢 是将近1000亿美元 那主要的资源就是属于矿产资源 就是石油 天然气 以及钻石等这些方面 那么还有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的人口呢 是2000万 那么设的就是GDP呢 相对来说 就比安哥拉少了 十分之 安哥拉的十分之一 那么它的资源优势呢 主要是棉花 腰果 就是属于农业资源 更多一些 那么在 近几年呢 是在莫桑比克的周围 发现了一些 天然气的这个储气 所以第三部分呢 主要就是 接下来呢 像是非洲的普遇国家 像比如说是佛德角 有人口53万 就是相对来说 人口体量比较小 目前佛德角呢 我们了解就是有六个岛 那么其中呢 有两个岛主要是发展的是 旅游资源为主 那么几内亚比上呢 是166万人口 其中的GDP呢 是12亿美元 资源优势呢 主要在妖国 花生和建筑木材 接下来往下来看 就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人口量更小 基本上是21万 那么它的GDP呢 只有3.5亿美元 资源优势呢 是可可豆 我们去这个圣多美 我们送董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考察的时候 也说在当地 只有一个这个啤酒厂 是一个它的工业 工业产业 那么还有东地问 接下来东地问呢 人口呢 是100万 然后它的GDP呢 是30亿美元 它主要的资源呢 比如说有少量的石油资源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旅游资源 那这个东地 包括一些这个东地问咖啡 也是比较有名的 那么其实东地问 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距离呢 离我们的澳门和内地 还是比较比较近的 那么中埔基金的这个投资领域呢 主要是因为 主要是基于基金的这个整体的规模 所以呢 我们设定的这个投资领域 主要是投资于交通 电信等基础设施行业 包括港口 然后农业 制造业 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 那么第二呢也是结合普遇国家的这个资源禀赋的特点 然后还有政府 当地政府鼓励这个外资 进入的这个行业领域 自主选择这个投资项目 最后呢 基金是不从事担保或者是成员国禁止投资的 那我们投资标准 主要是 也就是我们选择这个项目的一个标准 那么首先 这个合作企业首先要在当地需要依法、注册、经营 然后在相当于是一个头部 我们选择的就是头部行业 也就是具有先进的这个行业技术和经验 那么在本领域里 具有就是较强的这个资源优势 那么同时呢 也要有良好的出资能力 和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因为毕竟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 在海外投资来说的话 其实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需要有一个丰富经验的这个海外管理团队 那么最后还要有良好的业绩 那么针对于合作的项目来说呢 首先这个项目必须要位于普遇国家 其次呢 市场前景要比较良好 有稳定的这个市场增长 然后能够产生良好的这个现金流 财务的收益能力要比较强 同时呢 我们还有这个就是促进当地的这个经济和民生 改善就业等这方面 那么我们基金的投资规模呢 是根据这个风险管控的这个要求 那么对单一的企业或者项目 还有行业设定了已经的投资规模 那么根据 事实都会根据投资战略的变化进行调整 因为这个普遇国家 它还是资源禀赋的这个条件还是不太一样 那么第二呢 基金作为财务投资人原则上是不控股的 只是一个财务投资人 那么不参与企业实际的经营管理 不作为第一大股东 那么只是监控企业的管理 然后投资的收益呢 就是按照商业化 其实基金相当于是按照商业化的运作 投资收益呢 不低于要求的这个门槛收益率 那么根据中仆基金的这个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因素 那这个门槛收益率是根据中仆基金 走投项目的收益和风险因素来决定的 投资的期限 其实中仆基金呢 根据项目的特点 然后投资回报水平和风险状况呢 原则上的持有期呢 是四到六年 那么跟合作伙伴其实相当于是在于扶上马送一程 可能跟大家来说的话 就是跟合作伙伴需要资金的时候 我们给予资金支持 然后参与企业的 就是然后给就是做一个投后管理 那么提供我们的增值服务 比如说像我们做一些这个市场内部的推介呀 然后等这一方面帮企业开拓这个市场 那么对单个企业的远 然后呢到持有期五到八年之后呢 我们基金增过企业的这个正常运营了之后呢 基金就选择退出 那么投资的限制呢 就是成员国和中国都禁止对外投资的项目 我们是不参与的 那么投资的标准 其实刚才也在说 就是在投资退出了 就是首先有三种退出方式 基本上呢第一种的是协议退出 可能会转让给大股东的回购 或者是呢 转让给被投企业的其他股东 或者是第三方投资者 一般情况下的话 就是对于企业一般是由大股东 可能会优先回购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第二呢是上市退出 那么中福基金通过投资的企业 在境内外的证券市场 然后就是上市之后实现退出 那么第三呢就是跟企业约定的其他的退出方式 那么那我们使用的这种投资工具 就是跟合作伙伴选择的这个合作模式呢 首先呢就是投资又股权投资 也就是说以这个普通股的方式 投资企业或者是项目 那第二呢就是准股权投资 可能比较多的是可转债优先股 或者混合资本工具 那么合作的模式呢 可能有三种 基本上就是有三种 第一种呢就是跟合作伙伴共同组建这个合资公司 向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这些项目进行投资 那第二种呢就是直接投资模式 也就是中普基金 直接投入到我这个成员国的这个项目中去 那第三种呢就是通过金融机构联合投资模式 那么中普基金和国际的金融机构 然后联合的向成员国投资 或者是投资企业或者是项目 那么中普基金的第三部分是介绍一下中普基金的情况 那么中普基金目前呢已投资了 已经实现了10亿美元的设计规模 并分别在莫桑比克 安哥拉 巴西 澳门等投资建设了一批项目 带动国内投资呢超过30亿美元 撬动作用比较明显 那么项目的开发呢 目前储备项目超过了20个 这种资金的融资需求约8亿美元 主要设计电力 能源 公路 港口等基础设施 制造业等领域 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普与国家 这是目前我们投资项目的一些照片啊 第一个呢 是莫桑比克农业产业园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 我们也是支持了当地农业的这个技术的升级 比如说给当地的这个农民提供种子 然后呢 教他们如何提高这个种植的技术 实现这个提高亩产量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们投资的巴西的一个港口项目 这是最大就是在巴西的第二大港口 目前主要是一个冷链集装箱港口 目前的标箱量已经达到了120万标箱 第三个是我们在巴西投资的一个光复电站的项目 那么这个是安格拉的这个制造业 就是制造安格拉的这个电器电力设备 主要是为当地的这个建筑商提供这个电线杆啊 等这一类的这个建筑用材 电力建筑用材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投资的一个巴西的水电站项目 同时呢 我们跟这个澳门国际银行呢 也合作 那么推出了这个中途投融资专项 也是重点支持这个澳门的这个设计 有普遇因素的这个企业 共同来支持他们 做中普的这个贸易往来 最后谢谢大家 obligada 非常感谢张瑞阳主管 我们可以看到 中普基金设立到现在才短短的几年 已经有这么多的项目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说明普遇系国家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值得我们共同去开发 那么三位讲者已经结束之后呢 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问答环节 因为我们现场有普语翻译 因为我们接着出的东西 我们接着服务中语息 我们接着服务 giorn词 里面是文字 Contract的 如果有问答ęt的话 就是什么问题 我们接着读读读读读读读音语 请不吝� 高歌 谢谢各位来宾的演讲 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张瑞阳女士 关于中普发展基金 这个基金在非洲很多国家都有投资大型的基建项目 在这些基建项目里面有没有设立一些国际的标准 让企业他们去遵循像是环保方面 环境保护 动物保护 以及当地居民迁移的那些项目 像水电站这些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关于刚刚那些项目的具体资讯 比如说它的融资的金额 然后项目的概况 投资的公司等等这些资讯 是不是都能在网上能找到呢 谢谢 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个问题 我先跟您重复一下 您的意思是说 我们有没有投资于非洲的这些环境保护啊等这些项目类的是吗 还是说我们投资于当地的项目 然后去关注于当地的这个环保 以及民生的这一块领域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像非洲国家投资的时候呢 很大的情况下是尊重于当地对环保的这个要求 然后呢 根据当地的这个要求来做这个 因为其实全球来说的话 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要求说 我的环保是达到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森林的砍伐率是达到多少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真正于成员国 它对环保的这个要求和设立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基于成员国 就是项目的成员国 投资项目的这个区域来设定的 然后第二个呢 您的问题是 关于就是我们中部基金目前 已经有的这些项目的一些投资金额啊 包括项目的这种结构 是不是已经在网站上公布 其实在于我们目前 现在是没有做这个 就是情况的公布 主要是在于因为 毕竟我们有一些项目 现在的这些项目呢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宣传册 那么我们有宣传册的话 里面会有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目前的投资的情况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可以就是加您微信 可以给您把那个宣传册 推荐给您 没事 我已经有三个问题 我会有三个问题 我会有很多 的这些问题 对 Dr. António Ley 对 Dr. Bocq 对 Dr. Lee 对一旦 我认为 这些问题 是不准备的 您可以理解释了 瑞士佛 首先說過 他的開講 主導人指授的 主導人指授了 中間的問題 有師傅 提出了 所有西方向 中間 我們卻已經 也有了 Biz 我设计了很多,但我有一些有些计刺激, 因为每年我每年都看见到一个国家的市场, 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市场,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你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就已经称了,我对了,我会主要设定 每个月到我看了,昨晚我看了,我看了 咱们展示开探上 fe summer,我看了 我从第一次到最初的一周 我都看了每个月 每个月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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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在第一次的 每个月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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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人在中国的商品 每个月都看了 believe that they should be在場 任何工具,在这周年裡有关活涉及到非典最似的经历似的 data 有关联系是一些普通的优优独的资本 混合在一起的优独的磁石 Glória Batalha a quem chamei a atenção disse DoutoraGlória Batalha vocês no imprimo tero tantos benefícios a este fulano tal este fulano tal tem aqui mais que 10 estandos vazios o que é que é feito deles quer dizer não é a primeira vez também não é a primeira vez de indivíduos portugueses que vêm de Portugal que com grandes subsídios até tem tempo até tem subsídios para grandes jantares até para grandes noitadas no Secaito Entuano e os locais os expositores locais os que trabalham os que estão à frente das associações locais de Bruçatas quer ligados como eu ligado ao Brasil quer a outros de Portugal não tem apoios nem hoje e se formos e se for pedir ao IPIN ou ou um apoio qualquer não há não há apoio nenhum eu estou aqui a fazer uma parte eu nunca pedi nunca pedi um dólar uma pataca ao IPIN ou ao Governo de Macau para participar em qualquer evento mas por outro lado o IPIN faz questão de ser de grande ajuda aos empresários portugueses etc. eu tenho constatado com empresários portugueses que têm grandes dificuldades em estabelecer-se em Macau têm grandes dificuldades em obter autorização em Macau e a única alternativa que têm é mudar-se para Chuoi ou para Gomben porque lá em Chuai tem mais apoio tem mais facilidades para obter para obter residência quer dizer isto eu penso que no tocante no tocante no tocante à MIF no tocante à feira dos produtos portugueses que deve haver uma grande reflexão o que é que está bem feito e o que é que está mal feito eu acho irrisório acho até um bocado irrisório todos os anos o IPIN dizer fizemos tanto tantos contratos tantos memorandos com tantos milhões de quer dizer tantos milhões nesses contratos tudo eu eu como jurista como jurista ponho em causa tenho em causa isso agora isto no tocante ao IPIN no tocante ao fórum do fórum de língua ao fórum eu acompanhei o fórum tenho acompanhado o fórum desde 2003 até hoje eu o fórum nestes últimos anos não tem estado ativo ninguém sim si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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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 só pergunto porque é que o fórum o fórum não se dedica mais não se dedica mais não se dedica mais não se debruça mais não tem como política mais centrada à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porque não é não é um multimilionário uma empresa multimilionária do Brasil que vem para Macau ou que vem vem vai utilizar os os serviços do fórum do fórum do fórum no tocante à doutora Lee eu tenho eu tenho ido em muitas delegações a muitos países língua portuguesa inclusive do Brasil e todos muitos empresários me questionam quais são os critér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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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fundo como para obter para obter ajuda para obter ajuda para obter ajuda qual é qual é os critérios que eles eles têm que obter para obter para serem beneficiados beneficiários do fórum é isto desculpa lá é isto esta intervenção é 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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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有信心 我们用的每一份支柱 还是应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最后另外一个 就是刚才高尔律师也提到了 有一些企业 最终来了澳门考察过以后 最终没有到澳门 可能到了我们珠海 还是其他地方 这个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澳门这个营商环境 我们一直就尽量地把它做好 可是还有更多的因素 影响一个投资者 尤其是外地的投资者 选择他追踪的投资目的地 这个我们会多想想 多思考 多研究 看看究竟我们哪一方面 未能够吸引外地的投资者 尤其是浦语外地的投资者 为什么澳门那么好 他不选择 最后选择到珠海呢 有哪一方面我们做的不珠呢 我们这个我们必须必定会研究 看看有或者可以跟在座各位 更多的多交流 了解读清楚 究竟一些企业家有什么 哪些想法 我们再调整我们的策略 最后我非常感谢 高律师 的意见跟提问 我们肯定会听取他的意见 我们希望日后做得更好 谢谢 首先我感谢高律师的发言 其实我们中小企业 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动力 也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论坛希望利用走出去迎进来 可以让普与国家更多的中小企业 了解内地的发展 以及台湾区的发展 从而好好地利用澳门的平台作用 更好的发展 普与国家与中国内地 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 谢谢 感谢高律师的提问 对于中复基金的标准来说的话 我们目前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区域 还有行业 区域主要是普与国家的区域 行业主要是基础设施行业 制造业 以及当地政府支持的这种行业 那么其实针对于是说如何申请这个基金 主要还是看于我们就是包括合作伙伴 以及这个项目 基于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盈利情况 包括合作伙伴的这种资金实力 和整个的管理实力来考虑的 那么可能更大的情况下 是属于case by case的一种状态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定到八点钟结束 现在已经八点十分了 非常感谢几位来宾的演讲和分享 我想问一下张女士 就是您说这个投资是一个股权投资 大概是四到六年就会退出 那这个退出机制是怎样的 这个定价是在协议一开始就定价好了 这个退出的定价 还是说等到四到六年后 对于这个企业的价 整个价值做一个评估 然后再确定这个股权的价格 那么此时这个价格如果说过高的话 股东可能不愿意回购 那你们的条款是怎么设定的 其实这个条款是在最初的这个签投资协议的时候 包括股权投资协议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个这个约定了 那么在这个约定里边 我们会有一个退出条款的安排 基于这个跟合作伙伴的共同的商业 以及这个产业 包括这个行业的这种发展的前景 那么来安排就是比如说四到六年的这种推出期限 但是呢这个就是退出的这个利率啊等这一块方面 包括大企业的回购 至于它最后的回购是由大企业回购 还是由其他股东回购 那么等这一种的退出条款 还是在最后的实际执行当中 依据于合作伙伴的这个企业战略来考虑的 好的 这个我们的提问环节就到此结束 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这个来宾 也能看得到各位各位嘉宾 对于这个中途合作有非常大的这个兴趣 然后浦中公商会 澳门分会将一如既往 为各个各个企业家 包括各个来宾提供更好的资源 也希望将来能够更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 再次为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 最后我们邀请所有的嘉宾一起来照一个合照 我们是要过来的一个合作 的群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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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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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